夏天到了台中市长卢秀燕最爱喝什么呢 答案在冰箱 拿起可乐咕噜咕噜 市长还自爆几乎甜甜喝 小冰箱放了14瓶的可乐 影片被放到IG上引发讨论 也被议员拿来做文章 全糖可乐 而且不是这样小罐的 是大罐的宝特瓶的全糖可乐 我刚刚看到你不是喝林卡的 你是喝含糖的可乐 绿营议员联合质询关注儿童肥胖问题 也关心起市长的健康 因为可乐好像喝太多了吧 毕竟市长很有可能会起示范作用 卢秀燕尴尴尬澄清 虽然很爱喝可乐 但是她是分次喝完 生活中还是以白开水汗 不含糖的黑咖啡为主 大概都戒断 最好都戒断 那很好啊 偶尔调剂一下身心 其实没有什么大碍 那因为它里面的一个糖分 是比较高的 容易因为血糖波动 造成一些注意力不集中 容易暴躁 或者说失眠 刘秀燕IG有高达4万人追踪 影片po网也让网友大肆讨论 但多数网友都提醒市长 含糖饮料和可乐还是别喝太多 健康最重要 民事新闻 许家宠 黄信如 台中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